大名焦虑症患者,他想隋阳帝,仰慕唐太宗,却活成了赵光毅。 大家好,欢迎您关注繁华五千年,世界太拥挤,心里太空虚,城市的喧闹,失踪不属于自己,想到你,心里就会充实,愿订阅年书的朋友幸福平安,快乐每一天。 新来的宝贝们没点关注的,请点一下关注,点关注,不迷路,喜欢的请给年书双击订阅哦,感谢了。 接下来,年书也会好好努力,双击订阅谢谢,好人一生平安。 大家知道朱棣的后半生一直都活在篡位者的焦虑症之中吗? 1402年,在历经三年叛变作乱后,43岁的朱棣终于率军攻入南京城,但朱棣的侄子建文帝却在工程大火中离奇失踪,为此,这成了朱棣一生的心病。 他疑虑,焦躁,为了探寻建文帝的行踪,从永乐五年,1407年起,他连续14年派出建文帝的旧臣胡营,以寻访先人张拉他,张三丰的名义,变形天下周郡相议,饮查建文帝安在。 陆地上的暗访一直毫无消息,于是,就在篡位登基的第二年,永乐元年,1403年,朱棣又派出宦官马兵出使找挖等国。 暗中探访建文帝是否已飘洋出海,到了永乐三年,1405年,他干脆派出郑和率领27800多人的庞大船队正式下使西洋。 以方孝儒的死为开端,此后,为建文帝赴死的大臣络绎不绝,在朱棣看来,尽管建文帝在位只有四年,1398至1402年,但却如此深得人心,一干重臣甚至不惜朱连十足,都甘心情愿为建文帝而死。 这种精神的力量,让这位效仿父亲朱元璋,信奉以残酷暴力至天下,通过起兵叛变夺位的枭雄,内心深处极感不安。 于是,朱棣开始在南京大开杀戒。 为了剿灭建文帝的忠臣和死党,朱棣在南京先后酷杀,流放建文帝的朝臣及其亲友达数千人。 其中杀利部侍郎炼子宁,猎杀气势一百五十一人,抄家戍边数百人,杀千都御史寺中,诛杀其亲族八十多人。 在猎杀终于建文帝的兵部尚书铁炫时,朱棣命人将他的耳朵和鼻子割下来,放在火上烤,然后强塞到他嘴里,还问他干否。 铁炫说,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干? 铁炫致死都骂不绝口。 朱棣又杀死忠建文帝的礼部尚书陈迪。 他先是将陈迪的儿子捉来杀掉,并将陈迪儿子的鼻子和舌头割下,强塞给陈迪吃。 陈迪拓向凶手,怒骂不绝,最终被灵池处死,宗族被流放者达一百八十多人。 刑部尚书报招宁死不愿屈从朱棣,于是朱棣命人将他先去骑齿,刺断手足,骂声犹不绝,致断井来死。 冥史中保留了许多朱棣下令虐杀建文帝朝臣的语录,在下令朱棣又复都御使炼子宁和其家族共五百多人时,朱棣说,亲近地捡出来便凌迟了,远亲地进发去四散冲军,若远亲不肯把亲近地说出来。 也都凌迟了,在下令朱砂建文帝的兵部尚书齐太和汉林学士皇子诚时,朱棣甚至命令将两人的女眷家属全部下令轮奸,即使是仅有十岁的女孩也不放过,然后全部永世冲为官境。 在针对建文帝朝臣的残酷清算中,他无所不用其极,然而对外,他又自诩斯文地对群臣说,不得已而用刑,全一时之矣,复为祖训垂献子孙,而莫费公并尽不用,朕,诗人证,以忠厚为智,而实际上,杀人,割鼻子,断人手足,动辄凌迟,乃至下令轮奸忠于建文帝朝臣的女眷,都是他最喜欢干的事。 经过一番针对反抗者的残酷虐杀,信奉顺我者,昌密我者王,试图从身体和灵魂上都残酷凌辱反抗者的朱棣,终于和他的父亲朱元璋一起,建立起了一个诸念人心的帝国。 这种影响到后世,就是到了1644年,崇祯皇帝上吊,明朝亡国时,当时北京城中,殉国者甚至还没有当初未见文帝殉难的人多。 由于朱棣的父亲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,因此朱棣也跟着信仰佛教, 但这并不能为他带来些许的慈悲心肠,但作为帝王。 他需要一种假装的伪像,有一次,朱棣到南京紫金山的陵谷寺击败,突然发现一只虫子爬在他的衣服上, 于是朱棣先是用手将虫子扶落在地,然后又命令宦官将小虫子放到树上,还说, 此虽微物,借有生理,无情伤志。 历经三年静难之意,朱棣最终叛变成功,顺利夺位,为此,他对同样通过血腥政变, 在玄武门之变后夺位的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敬仰,并处处以唐太宗为标榜, 尽管对待政治对手残酷血腥,对反抗者随意灭族凌迟,但为了树立人证。 他对于死刑判决则要求五副奏,通过反复审查五遍,以此来为自己贴上审慎的名声。 相比于后世那些唯靡不振的明朝皇帝子孙,朱棣拥有超人的体力和惊人的意志, 史书记载,永乐初年,朱棣每天四股以兴,衣冠静坐,然后撕四方之事,缓急之矣, 在处理完上午的早朝后,朱棣下午还要开晚朝,外朝的事物处理完毕后, 他还要处理宫中之事,闲暇则取经十揽月,未尝感自侠义。 由于他天生精力旺盛,加上通过政变夺位,这种得位不正,篡位者的舆论压力和自我焦虑, 也在促使他以加倍的努力和付出,去为自己树立一个伟大君王的形象。 这种表现,在暴力上表现为对反抗者,从个人到家族,从身体到灵魂的酷沙和凌辱, 从文质上则表现为自我期许,希望通过建功立业以缓解外界的质疑和舆论压力, 从而通过暴力加工业的形式,在震慑朝野的同时,建立个人的绝对权威, 从而巩固自身的统治和威权。 为此,他命令郑和六下西洋,五次清征蒙古,下令征讨安南,金越南,筹划迁都北京, 内中尽管原因很多,但都有着通过建立不是工业, 来洗刷自己作为篡位者得位不正的名声,从而达到震慑内外的考虑。 通过建立系列的工业,他却信他已经在威权上足以泯灭当初天下人对他篡位夺权的质疑, 这种通过建功立业来树立威权的套路, 他已经在他的前辈,通过玄武门之变后夺位的唐太宗李世民, 以及通过俯升主颖上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身上学到了精髓, 而在身后,他的子孙则将他的庙号赠为太宗, 一直到嘉靖皇帝期间,他的庙号才被改为成祖, 但焦虑始终困扰着他。 此前在靖南之变起兵叛乱时, 朱棣曾经裹挟自己的弟弟宁王朱全共同叛变, 并许诺世成后当中分天下, 但1402年攻入南京后,朱棣很快就翻脸不认人, 不仅如此,即使宁王朱全请求分封苏州和前唐他也一概拒绝, 只是改而将宁王分封在了南昌。 在一件文帝薛藩的名义起兵叛变成功后, 朱棣也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薛藩夺权, 此后,戴王、民王、齐王的护卫先后被削, 就连跟朱棣同母的弟弟周王的护卫也被迫裁处。 从此,朱棣终于稍稍缓解了夺权后的焦虑。 为了倡导文质, 他下令编辑赐书五经大全、孝顺世时、古今烈女传等书, 其中永乐大典的编辑更是让他的所谓武功文质达到巅峰, 但不久,他又将永乐大典的总编传明臣谢晋下语拷打, 使得谢晋从宠臣居然成为金下囚, 三年后,他又指使锦衣卫将谢晋处死。 最是无情帝王兴在残酷的杀伐之中, 他一路走向帝位, 因而也倍加重视用权力巩固帝国。 建文帝在1398年朱元璋死后即位。 针对朱元璋在世时设立的大明律过于酷伐的问题, 建文帝开始放宽刑罚, 但朱棣夺位后又开始严格执行大明律, 其刑罚之酷炼,甚至比朱元璋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朱元璋在晚年时, 曾经对自己亲自设立的锦衣卫表达过忏悔, 并下令烧毁了锦衣卫的刑具, 并宣布锦衣卫不得私涉赵羽, 所有案件都由司法机关审查, 但朱棣上位后又恢复旧制, 允许锦衣卫可以绕开司法机构私涉赵羽, 而且刑罚的花样持续创新, 为了钳制天下,朱棣还任用宦官成立东厂。 通过场位联合, 从而开创了明代恐怖森严的特务网络, 因为只有在严刑酷伐中, 作为君王, 他才找到了思思的安全感, 但上天似乎在给予他某种警示, 永乐19年, 1421年, 4月庚子日, 刚刚才迁都立都三个月的北京雷雨交加, 随后在闪电霹雳中, 耗时十多年才营建而成的凤天殿, 华盖殿, 锦身殿三个大殿被闪电击中起火, 最终净化灰烬, 紫禁城动用百万民工, 耗时十多年才营建而成, 其中三个大殿更是耗尽心血, 没想到却一招净化为灰。 在崇尚天人感应的古人看来, 这或许是对朱棣动辄滥杀无辜的警示, 朱棣也内心震撼, 于是他颁布罪己诏称, 上天垂界, 震慎惊惧, 不遑自安。 然而这种不安, 或者只是持续了几天而已, 由于崇神此前的一起工人诬告案, 和发现宫女竟然私通宦官, 朱棣在迁都北京和班部罪己诏不久后, 就再次大开杀戒, 在皇宫中诛杀两千八百多人。 由于怀疑部分宫女试图谋逆, 在对工人行刑时, 朱棣甚至亲临刑场, 要亲眼监督如何将工人们一一凌迟处死。 对此有的工人, 在临行时, 当面大骂朱棣说, 你自家阳衰, 所以人家才和宦官私通, 这有什么罪? 永哥二十二年, 一千四百二十四年, 朱棣去世后, 随行的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, 金又姿密商, 用军中的稀气溶住成一具棺果装炼朱棣, 然后杀掉西将, 对外则让人照常上善, 营造出朱棣仍然在世的假象, 并派人密报太子朱高赤, 随后, 朱高赤即位, 视为名人宗, 而朱棣则下葬北京天寿山长岭, 朱棣死后, 依照他生前的遗愿, 三十多位工人被要求殉葬, 他最宠爱的爱妃韩氏, 在被迫上吊字禁前, 一直呼喊着自己的乳母说, 娘, 我去了, 娘, 我去了, 话还没说完, 宦官们便将他脚下的小木凳给撤掉了, 留下韩氏在绳索上挣扎了小一会, 最后裁起绝身王, 而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得知的那个强大昌盛的永乐朝, 实际上在朱棣驾崩时, 整个大明国已经人民流离, 恶嫖赢路, 税粮不腹, 严贼横生, 由于连年用兵, 六下西洋, 大明朝国库实际上早已虚空, 其中朱棣在位时, 全国更出现了多达四十起民乱和强贼, 到了朱棣统治晚期的永乐末年, 大明国内甚至连向来号称富庶的苏州, 长州, 嘉兴, 湖州等地都出现了成批的强盗和流敏, 如果不是朱棣的儿子朱高赤和孙子朱瞻基恢复智力, 力挽狂澜, 或许, 朱棣也是一个亡国的随扬帝, 在建功立业与焦虑狂躁之间, 在盛军与暴君之间, 他时而一面时而毙面, 历史不断反复, 他有幸成为了创业者, 而不是毁灭者, 对此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年书讨论吧! 最后的最后, 亲戚朋友们别忘了双击加关注, 爱你们哦!